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狐狸精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妩媚、妖艳的存在 是那种专门破坏他人家庭、狗与男人的存在 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关于狐妖的故事 还请你听我说 在世界某个地方还生活着一群千年狐 按照规矩,狐妖想要化成人形就必须得到人类的灵魂 所以千年狐经常杀害人类获取灵魂 而反过来,人类为了自保同样也要去猎杀千年狐 长久的战斗就将开始展开了 不过到了这一世纪,千年狐已经只剩下一只了 它的名字叫做幽比 幽比也是一只五尾狐 有一天一艘外星飞船被迫降到幽比附近 一个世纪以来,幽比都和外星人生活在一起 这个时候幽比已经100岁了 100岁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生命的尽头 但是,对于幽比来说,正是花样和年纪 相当于人类的青春期 在幽比眼里,人类是愚蠢的代名词 有一天,算你来了几个冒险的孩子 外星人,庄宿的稻草人,吓跑了孩子 其中一个爱打架的男孩,黄昆仪 引起了幽比的注意 幽比叼走了昆仪的项链 昆仪醉了好久,也没有醉到 命运的齿轮,让两人注定会有故事发生 看着奖来的项链,幽比起身又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随后,就去往森林 他和静林讲述的自己在学校里看到的事情 人类,总是对着镜子里摆弄自我 那次外出,幽比也还险些被对方给发现了 静林告诉他一些关于人类的事情 人类的记忆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消散 当幽比离开森林后,回家时却看到了一个外星人正在修理飞船 幽比询问他们的星球是什么样子的呢 外星人告诉他,那里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活的 甚至是大地,夜晚还会唱歌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很快,到了夜晚后,外星人驾驶飞船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其中一个外星人因为失误 导致飞船在刚起飞,又坏了 飞船一路顺着山坡,向悬崖滑行 又比这只化作飞尿王线的绳子 捆在树上才能飞船在悬崖边上停下 下来后,其他外星人都指责失误的那位 甚至还赌气地将他赶走 而这边化为人形的幽比则摔在树下 他看到一头熊坐在池边 好像是在找东西,过去询问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忽然,河水敞开,出现一道明亮的光 一只鸽子飞进了水里 幽比探镜头,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就在幽比准备前途时,却被金莹拉了出来 熊只是单单看到他们一眼,就走了 金莹说,那里是灵魂转世的地方 那只熊,赶上视觉的孩子 他一直坐在这里等着他的孩子飞行池塘 金莹还告诉幽比,他需要一个人类的灵魂 才能真正地化身成为人类 可幽比并不限于人类的灵魂 甚至不想和人类有太多的接触 这一类就被赶出来的外星人和熊坐在了一起 熊分给他正在吃着食物 但却是个外星人只吃钉子,不吃其他的东西 于是,也暗然地离开了 后悔的外星人们通过幽比找到了熊 他们将熊打听自己同伙的下落 可外星人当时走的方向就去往山下的村子 过来,饥饿了小外星人到了一户人家去偷吃的 结果被人类给发现了 幽比他很听话 并且人们怀疑他是土拔树等其他稀有品类的同伙 却没有去伤害他 而是当成宠物死样 所以晚上,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孩 拿着他睡觉 而这边外星人也找到小外星人 他们准备从房顶上 通过幽比用绳子让伙伴救出 但是小外星人看到其他五个外星人后就拼命挣扎 并拉住了抱着他睡觉的女孩 显然,他也还在赌气 可是,上面拿绳子的五个外星人受到惊吓后 便松掉了绳子 幽比摔下来的声音 进行了其他污吏的孩子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主力 幽比化作自闭症女孩 蒙魂过关 在导作之时 还有一些人的昆依 昆依在这个夜晚 讲述了自己的心事和梦想 甚至还和幽比尬我一段 也正是短暂的讲述 幽比对人类的厌恶少了很多 甚至还对男孩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因为常常在深山中 能够陪伴他玩出来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虽然幽比喜欢这个男孩 但是最后还是赶起离开 进入森林后 一个专门猎虎妖的导师 就盯上了幽比 但是幽比身手敏捷 矫情逃走了 在第二天 幽比提议化作人类 进入学校 再想办法 去偷偷地带走小外星人 这些男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可是 孤立尾巴就没有办法彻底消失 不过幽比还就去往了人类世界 这一次外出 他彻底喜欢上了人类世界 因为和其他小孩玩得很是开心 他只是年龄 不过和眼前的人类孩子一样 等到晚上 他又遇见了昆仪 还想聊神欢 这一幕 被一个喜欢昆仪的女孩给看到了 第二天 果然就被女孩给警告了 其实 那位道士在发现幽比后 就不断调查 最后 踏距到学校内 有胡药的出现 于是 驻站在学校里 便贴上符咒 这些符咒 让幽比也瑟瑟发抖 好在有一道黑影出现 所以自己可以捧住幽比 黑影带着幽比 来到飞机大楼 他承诺 可以让幽比彻底划成雷星 为了困移 幽比选择相信 所有对方给了幽比 一个咒语盒子 只要连住咒语 就能够启动这个盒子 人类的灵魂 就被欺负到盒子之中 天真的幽比 选择相信黑影的话 等回到学校后的第二天 学校的旅游车 在途中因为车子颠簸 钉子炸破了车台 幽比为了避免灾难 实在魔法 让一车门都熄灭于难 但是幽比 却自己受伤了 晚上幽比 决定离开人类世界 回去养伤 但是昆怡 却跟着他 驾驟到尸烈猎 浑出幽比的药味 很快 都追了上来 幽比只能赶紧带着昆怡 挪到家中 然后施法 让昆怡在发现她身份之前 浓郁了她 幽比知道自己喜欢昆怡 但是 她没想到第二天昆怡 却带着导师和警察 来到她家中 赤裸裸的背叛 人类果然不值得相信 可是 她都恋爱学众的少女 永远无法保持理直 因为 在晚上昆怡来找幽比到监后 跟着自己心动的男生 幽比中秋 无法狠心 可是 黑影之前送的盒子 却自己启动了 然后昆怡的灵魂 就缓缓地 被盒子给洗走了 这一幕被盒子看见后 以为是优比干的 就用符咒把优比拿回原型 昆怡虽然吃惊 但是义无反顾地 抱起优比逃亡 但不幸的是 昆怡最后拆下悬崖 掉进了仙前 那片虎河中 那是灵魂轮回之地 优比看到这一幕后 便也毫不犹豫地 冲了下去 在轮回湖里 优比看到了许多的格子灵魂 这时 黑影出现帮助优比 找到了昆怡的灵魂 但是 却紧扰了轮回湖中的守护者 黑影尖撞 结盖趁机吸走了昆怡的灵魂 原来 黑影也需要灵魂 才能重塑楼身 但是 她自己无法去夺取她的灵魂 现在 她只差最后一个灵魂 便能重塑 主要黑影打算化成石怪 离开的时候 优比和守护者 内外夹击 打倒了石怪 昆怡的灵魂 得已被失望到轮回湖中 原本优比想要带着 昆怡的灵魂离开 和守护者 当然不会允许 因为在这边轮回湖中 所有灵魂都是固定的数量 不会多 也不能少 所以为了保持这里灵魂的数量 优比 必须以魂换魂 代价 就会牺牲自己 当到支持这个结局后 优比没有犹豫 全能牺牲自我 还成全昆怡 从此吸收了优比的灵魂 放走了昆怡的灵魂 回来的昆怡怎样 都找不到优比 他永远也不知道 他的命 是那位狐妖所救 在第二天 下令结束后 昆怡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或许为爱若干年后 优比可以转世 可是缘分还能使养人再次相见吗 当那个曾经被优比偷走的项链 被轮魂转世后 身为了那里优比剪刀后 养人的故事 就注定还有延续 片名 千年狐 和妹子切换爱情动画 我还没有想到 是韩国出品的 我这悲剧 更却也不圆满 留给观众许多无限的下象 比起小物理 涉及救人的场面 我更喜欢男孩 独要表白的那一段 懵懂无知的怜迹 对于爱是那么的模糊 又有伦子的模样 更是能觉得青春 似乎就在眼前 哪怕看到自己所爱的人 不是人类 恐惧没有占据大脑 而是用保护欲 游览而生 这后续 就是名为爱的力量 很简单的剧情 却在一些细节上的加工 使得无比的唯媚 人间红尘 不是谁都能看破 一旦落入后 也许就是一辈子身陷集中 还有千年的寿命 虽然诱人 但是困硬的出现 却给游览的漫长人生中 带来的星光 虽然只是短暂的 可游览 却绝对不后悔 因为 哪怕时间消失了千年 这短暂的星光 也许都不一定能够出现 千生今世 终究难逃缘的定义 有一种 在看白蛇缘起 和宫崎俊电影的感觉 世间一切 我要爱 能够救赎一切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赞 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